哈喽我各位玩家大家好 我是Ocheng 欢迎收看《尖南黑破坏神4》游戏攻略 来聊聊野蛮人先祖之锤的毕业机体 说到我们的小野蛮刚入学的时候 还是最差劲的那种学生 不过后期他拿到了 暴雪爸爸的主角剧本之后 高歌猛进 现在竟已成为了毕业生代表 实在是太猛了 只要你的装备成型大概70多等的时候 就能够越过二三十级 去打这个屠夫站路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而且只要你的怒气控制的得宜 到后期的回复方法 使用正确的话 基本上只要在群怪当中 一直丢核心技能的先祖之锤 不用补任何的普攻 普攻对你来说 就只是一个冲怪的位移技能 他的伤害来源 防御来源来自于三个战壕 其中第一个战壕 可以给予我们资源的省城 无阻的状态 另外一个战壕 高减伤的防御 最后给予了狂暴 增加相当多的伤害 配合了装备的此条 到了远古装备 甚至萃取装备 可以比别人再多两把武器使用 他的基本天花板就比别人高很多 所以野蛮人整体来说 后期刷图只有一个字 就是爽 超级爽 但是他的配置有很多细节要建构 如果你目前对于野蛮人流派 毕业该弄什么磁绥的装备 天赋该怎么跌 巅峰该怎么爬 都不太清楚的话 欢迎参考这个影片 好我们就正式进入到 今天的影片内容 那我前面有做过两只 基本的到1到50的 我知道蛮多人应该 比较少可以看这只角色的状态 所以我把这里所有的内容细节 当我文字写成了PPT档案 你可以在这边慢慢的暂停 一格一格的看 那我们就直接讲重点 然后我会分析里面每个的选择 那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好那我们就正式进入到今天的内容 我们进入到游戏当中 你可以看到我们目前的角色 是从零怒气开始的 所以我们使用这只角色攻击的逻辑 就是只要你看到怪物 就是把这三个战吼按下去 那你走到怪物面前 这个先祖之锤 应该就能够直接攻击 那我们后面会投资很多 关于击杀怪物获得怒气恢复 然后呢再配合战吼过程当中 也可以回怒气 再来你暴击也可以回怒气 只要你同时能够砸到几只怪物 并且确保你的振奋战吼是开着的 你的怒气绝对会是一直满出去 所以我们的运作逻辑就是 要让满出去的怒气 能有一些使用的空间 那我们的头盔会使用这个 冷却时间缩短的 其他词材蛮天然可以选择 你可以选择怒气上限 或者是防御面攻击面都可以 但是冷却词材是非常重要的 尽量它的词材越高等接越好 所以我这边选择了一个满等接 但其他词材相对没有这么好的头盔 那我选择的名音是怒气全满的时候 每产生一点怒气都会赋予我们强韧值 强韧值是血量外面的这一圈 它只要能够高于我们目前的血量 就可以给予我们额外的伤害减免 基础值是10% 可以再堆叠上去 这是野蛮人前期生存的最大要素 那再来的话是武器 会选择怒气全满的时候 再提供给予我们这个伤害的效果 最高可以达到60% 由于我们开着战吼 甚至狂暴的模式当中 怒气产生还是会再次提高 打王的过程中 就算你一直敲锤 你的怒气都一直会满 超过去 那你还可以再搭配资源 主要资源越高的时候 伤害越多 配合先祖之锤 它本身的技能 就可以给予你怒气越高的时候 伤害越多 所以你在后期要敲出个 五百万一千万的伤害 只要装备够好 绝对都是做得到的 那其他装备的萃取名印 建议使用衣服 这里可以触发一个屏障 衣服只有关键的两个词 最要选择 就是挑战战吼跟 憎恨战吼的等级 只要挑战战吼有加四等 等级越高越好 那正常要到四等 你必须要去升等 升到五级 它才能从三跳到四 那其他两个词 最可以选择伤害减免 手套的部分 最重要的就是 先祖之锤的等级 剩下暴击几率 攻击速度 当然最好 那个压制伤害 可以换成力量点数 是最好的 裤子的部分 那多拿一点防御尺寸 因为裤子对于我们伤害面的提升 没有到很好 所以我在这边会选择 它是生命治疗效果 近距离的敌人减伤之类的能力 我们能吃得到的减伤 包含了流血敌人的减伤 都很棒 那为了要野蛮人横坦 我们身上周边不重要的尺寸 都尽量拿近距离减伤 流血敌人减伤之类的东西 那鞋子关键移动速度 击杀精英怪物的移动速度增加 最好的话是有那种怒气消耗降低 那剩下最后的那一条 补个能力就好了 那最好的是力量 不过呢 到后期 敏捷跟意志其实要稍微沉一点 不然你在这个技能这边 点到巅峰的时候 你会看到高等巅峰 会需要很高额的 比如说意志力量敏捷的词权 如果你完全没有沉 那这种金色大点都点不起来 所以这边提醒大家 装备要特别注意 那项链的关键就是减少冷却时间 这个数字越高越好 第二重要 基本上项链有这两个词材 就可以沿用到接近准毕业的程度 所有的防御技能等级增加 那我可以配合我的胸甲 可以看到我技能这个地方 技能数 它的这两个战吼 分别来到了12等跟11等 有这么高额的战吼 第一个给予我们很高的资源 然后这边很高的减伤 我们所有的效果都是靠战吼给予的 尽量把战吼等级称高 那你的角色就会发现很强 所以项链是非常关键的一点 剩下的话最好是拿减伤 以及击杀精英敌人的时候 给予我们攻击伤害之类的尺寸 另外两个戒指其实都长得蛮像的 第一个重点是资源的产生 因为其他周边装备不会给资源产生 资源产生越多 我们的怒气就可以围得更稳定一些 再来的话就是基础的暴击几率 两个戒指的基础暴击几率 加手套的暴击几率 我们角色的个人资讯里面 它的那个效果伤害才会来得高 因为我们的暴击基本上 如果你不撑暴击几率的话 你的暴击伤害撑了等于白撑 所以我建议这里的面板 拿到345到40的暴击 再加上天赋对流血敌人增加暴击几率 我们差不多就有接近到50左右的暴击几率 会比较稳定的触发一些 那剩下的话就是各种伤害 流血敌人近距离敌人 这类的东西都可以 暴击易伤 那也是可以做一个选择 好那接下来讲到主武器了 主武器我们是使用锤 锤的话越大把越好 那你会需要到一把 大概800左右的武器 那其他下面的词材 优先先选择伤害面的类型 最好有一条要有力量的 那我们的后期力量撑的越高 可以给予我们比较高的护甲值 以及技能伤害的提高 这个堆叠也是相当惊人的 因为我们走其他的 对近距离敌人对什么敌人 他会来到一个边际效应 就是单一个增伤幅度太大 所以我们还是要分别分担到 异伤暴击属性 还有对静远敌人 或者是你在什么状态 比如说狂怒的时候 你的技能伤害在提高之类的 你需要平均分担这些属性 所以你挑这四把武器 大概就只有一个概念 首先每一把武器 大概都要拿力量 然后如果能够再有一条 所属性是更好的 其他就是分别分担 异伤伤害暴击伤害 然后狂怒伤害 或者是其他对某些敌人 你吃得到的流血控场之类的能力 只要这样做完之后 你的角色我跟你保证 打这种噩梦地下层 五六十层轻松打 你的问题就是在于 你会不会暴彼 那接下来还有一些防御的建构 我们先来看到技能的部分 我们技能数 坦白说会拿蛮多的防御点数 那第一个是这个猛扑攻击 拿到狂暴 我们这个时候不需要流血了 那流血要怎么样获得呢 我们在专精这边 直接选择双手剑的专精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双手斧专精 你可以牺牲一个部件 比如说狂怒的时候 击伤敌人流血 也是可以做一个选择 毕竟他有额外的暴击几率的提高 但是如果你想要多拿一点防御持续的话 或其他攻击类型的持续 最简单解放的方法就是 使用双手剑的专精 那这个地方还是要提一下 你的这个攻击技能 一定要使用武器双持的 攻击效率会比较高 他的专精能力也是可以拿攻击速度会怒 那这个锤就基本上不用选择 一定是使用这个重锤的状态 那我们技能再往下看的话 就是先祖之锤点五等 然后手套再给予等级 资源越高获得额外的伤害 那这里的战吼一路往上轴到 深层资源二十点怒气 然后这个防御战吼 挑战战吼拿到这个 每次受到伤害获得三怒气 这个在群怪当中 就可以保你前期怒气不断 那再来的话就是一般的战吼 这边点一点就好了 我们不需要再提高他的伤害了 那这里会给予战吼额外15% 生命值的强刃 那配合我们的满怒强刃 加上这个吼战吼强刃 我们基本上是常驻强刃 然后呢我会选择把 战吼的这几个辅助能力都点起来 你可以看到在某些条件之下 让敌人造成的伤害降低的 这对后期都蛮有用 所以我都会投资 那这里的话有这个激烈抵抗 这边产生资源的效率 狂暴 那中间这边你需要点一点的流血 缓速敌人 拿这里的控场敌人增加暴击几率 还有这个近距离的伤害 以及远程的伤害减免 OK那这里的大招 使用狂战之怒 一路的点下去 在打王的过程当中 可以看到先前的影片 只要我们有狂战之怒的情况下 加上三个战吼全开 我们的先祖之锤 会是永远满怒 一直不断 你可以连续敲个七八下都OK 所以这就是我们打王的时候的爆发 我们需要敲出异伤 然后再用这个一直疯狂的敲 那如果异伤只有三秒钟 你敲不了多的话 那我建议在这里施压也要投资 幸运触发核心技能 30%的几率让敌人异伤 那先祖之锤的话 我们大概是15%的几率 乘上他的幸运几率 会造成异伤的能力 几率不高 但是由于我们不缺怒的一直瞧 还是能够有一定的伤害保证 那这个地方我会投资盾级晕眩 你不要看这个几率好像还可以 但是他可以持续三秒钟 用双手盾级武器的话 最高来到了45% 那由于我们角色装备 我这个地方的武器 会选择晕眩敌人 让对晕眩敌人的昏迷增加时间 然后远距离的敌人击中 你还有几率昏迷两秒 这是不无小补的东西 对防御面来说 那其他的话 像是先祖之锤的往外阵击就不说了 核心技能暴击的时候 攻击速度提高 这个单纯是为了先祖之锤 打起来的手感损一点 如果你觉得你的手感 你很顺了 你可以换成别的增伤效果 比如说屏障的时候 增加你伤害之类的都可以 好那差不多技能讲完了 然后我们来聊聊巅峰的能力 巅峰第一个要拿的是 这个抑伤效果 以及对于抑伤敌人 3秒触发20秒冷却 这是我们前期输出的来源 任何打不出伤害的玩家 我都建议你使用这个 野蛮人是很难稳定的触发以上的 你光靠天赋不够 你需要使用这个雕吻 那路线走的其实还蛮简单的 我建议大家前期先不用存找力量 先把缺的意志敏捷都拿起来 然后我们这个角色比较不缺智力 所以智力的路过点数 基本上能绕过就绕过 好那我们就往上一路点 像这种有给予伤害的能力 都拿起来 那一些比较不重要的蓝色小点 是可以略过的 好那我们这边往上走 那这个面板我刚刚已经有快速的拉过 说你要选择什么了 那我还是给他看一下 第一个选择武器大师 但我不需要他 那走这种巅峰盘 有一个小技巧 跟大家分析一下 那你基本上不需要找到 这个比较远的传奇节点 你要找的是这个 向线当中 有没有哪一个区域 是你最需要的能力 用最少的点数 去走出最强的效果 像我这里就觉得 这里的猎人杀手 我打精英很需要伤害 其实我杀完精英的移动速度伤害 那这个就很棒 所以我需要旋转这个角度 那怎么旋转呢 我这边留了一个跟大家讲一下 你先点一下这个面板借口 然后呢再选择你所需要的一个词锐 那原本的面板很多 我现在大概就只剩下 五个可以做选择了 那你可以从当中 选择你要的一个面板 那我还有一个小小的看法 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在选择这个面板的过程当中 除了你要记得走这个 Murz行的路线之外 你还有一个选择 就是横着走 不过这个部分 还是要看你的面板怎么选择 我自己选择比较好的是 在这个转折处或Murz行旁边 如果有比较好的像这个战争使者 花费怒气获得强忍 那是可以比较优先做选择的 那这个地方 我还是给大家看一下 我这边有一路的这个面板 大家要记得去选择 那我这个地方 选择碎骨折 我自己都快忘记我要选什么了 OK 那我这边选个碎骨折 然后点一下预览 那个除了预览之外 你还要去选择转它的角度 你可以这样子旋转 来走到你要走的路线 那我自己会比较想要 这个活力的节点 并且赶快走到这里 所以我在这边会附加面板 然后呢 你就一路的 像这个样子 点上去就可以了 点到这个雕纹之后呢 你就可以把你要的雕纹丢进去 那雕纹会有一个要满足的条件 你就像这样子点 我就满足了雕纹的条件的敏捷 它就可以吃到效果 那我蛮推荐大家 这种比较常用的 我有装备的雕纹 都要把它升到高等 这样我们就可以不用 走那种很复杂的路线 去补那一点点的 你所需要的能力值 好那我们刚刚讲到哪里 这里对不对 好那下一个选择元帅 元帅的能力是怒吼可以缩短 其他怒吼的1.2秒 有效的拉低它的CD时间 那我们往这边走 有一个护甲之力量的 也不错 因为护甲之可以给予我们很高的防御 小知识这个游戏的护甲 比抗性来的重要很多 所以我们会堆积很多的护甲 像是我们的项链也是从一路使用这个堆积护甲值的能力 造成任意伤害的时候 那你可以看到我们这边都堆了一大堆护甲 然后撑到7000多 我强烈建议你一个角色 如果护甲没有5000 都要继续往上撑才可以 那剩下的部分你可以选择生命值 绿色的洞呢就选择异当敌人暴击 这样就可以了 好的那往到这边走 我会选择愤怒 惨怒的能力非常的重要 而且你的核心技能会有暴击加成 它给的数值其实相当的多 原始力量的这一圈其实都很棒 所以我在这边会投资比较多的敏捷 因为好难 然后这里有一个可求狂怒超级猛 狂怒上线击杀回复怒气 以及周边的怒气击杀回复 有了这几点加上这个核心点 点到这里的时候 你基本上敲过来都不用再补普通攻击了 那一路拿到这边 有一个战争死者的强刃防御能力 强刃的防御我刚提过很强 所以建议大家都要投资 而且这里还很近 就直接这样走过来就好了 好那我们这边继续接这个面板 到屠杀者的状态 屠杀者的话使用这个物理持续伤害 虽然我们吃不到 不过有一个击杀流血的敌人 有10%几率可以让你飞绝招 冷却减少疫苗 那我可以照着这样子走 他周边的能力其实很棒 这里有异伤 所以这一区会这样子走 是一个效率比较高 上面这边有满满的异伤 那最后往这边走 走一个碎骨折 那这里的话有一个活力 我这边好像 这个条件 差一点点 虽然是这个 为什么 520%那可能有没有办法再多一点敏捷效果 像是我这边擦敏捷嘛 那我这个地方小调整一下 你有时候会需要调整一下 因为他可能刚好 净位到没有满 所以我这边走一个敏捷的路线 OK那这样就刚好满了 我记得我截图是截正确的 所以你直接看我刚刚提供的截图是没有问题的 那以上是巅峰版 好那我们基本上所有东西都讲完了 如果有什么遗漏 那就看我的截图 帮助你们判断就可以了 我希望这只角色的建构能够帮助到大家 在后期有一个提升的方向 虽然我自己还没有练到特别高等 不过以这样的内容来说 我觉得跨个20等打怪 对我来说已经是非常的轻松 玩起来非常的爽 你只要确定你在打怪的过程当中 战吼呢是一直有触发的 打王的过程中呢 按一下狂战争怒 然后一直疯狂敲 那差不多怪就被你搞定了 好那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之后的攻略影片再见 大家拜拜